土家小木孕母癌症病逝,欧帝、小云宝都纷纷赶来湖南,到底怎么回事? 各位朋友大家好,关注土家小木的朋友都知道,小凤母亲身患癌症长达六年时间,期间都是想尽办法不停地在医院治疗。 但是,尽管小凤小木怎么努力,还是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,因为小凤妈妈在昨天下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 当土家小木发文告知母亲去世以后,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北婆家,小木的几兄弟经商量,便决定一起回湖南探望病室的小木岳母大人。 作为旁人来讲小木一大家子非常团结,在有失的情况下,都是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相互帮助。 这大概就是小木为人也非常不错原因,岳母在患病期间,曾多次赶往湖南探望病重的丈母娘。 曾经有一次,一次性小木给岳母转了十万块钱,作为致病的费用,就连这次过年,也一家老小全部待在湖南岳母家陪其过年。 看得出来小木为人确实很好,小凤远嫁也值了。 有这么一位体贴有爱的老公,因为小凤是家里的独生子,按理说孩子们都应该回去送外婆最后一场。 也有网友直言,现在属于学习期间孩子们不应该耽误学习,面对这些问题大家各有意见,无论哪种结局,大家都处于好心才这么说。 但是我相信小凤一定将把这些都安排好,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尊重小凤的决定,多一些理解和包容,事已至此。 希望小凤及家人节哀。小凤妈妈一路走好,愿天堂没有病痛,对此各位朋友怎么看待,欢迎留言评论区,我们下期见拜拜。